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明天柯瑞达 为大家准备的新款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呢 主打的是搭配挺多 比较推荐大家的 就是这个T恤那一搭 因为这是我们两家公司 每一个试上这件衣服的时候 都留了三件的 那所有的色下 大家可以仔细看哦 基本都是这种 有一点点淡淡的薄荷绿 然后甚至是有一点点 接近肤色的那种奶咖色 还有就是很正的这种妆红色 里面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三蚕丝混羊绒 同时加了蓝芯天丝 是奥地利认证的 粉了杜班安伦 所以相当于是把市面上 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五个材质 全部放在了这件衣服里面 那这件穿完之后超软 就你把手放进去 你都感觉不到存在感 一点扎 一点点硬的感觉都没有 因为它是五种面穫的魂放 所以它的回弹性很好 就你拉完之后回来 它不会变形 你就可以直接拿这种 像西装又不像西装的这种外套 搭在外面 你看这种感觉 就会比较有女人味对吧 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想要换成比较休闲的感觉的话 可以把这个外套呢 换成一个牛仔 那下半身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 偏休闲或通勤感的裤子 跟它一起搭 然后除了这个颜色呢 我就穿了另外一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应该数量会比较少 它是有一点偏砖红色的感觉 那这一身其实就是 有一点点老钱感 除了这个内搭之外呢 还同时准备了一个亚麻外套 这个其实是Polo延伸出来的一个外套 在领子跟袖口的地方 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撞色 并且这个是一个纯亚麻感的 你会发现它有夹克服的挺货 但是它的整个风格会更瘦 如果大家是想说 我想穿的亮一点 但要老钱感强 你就里面的内搭换成亮色 如果你是说 我想低调一点的话 那咱就换基础色 接下来给姐姐们准备了一个 就是纵绑三蚕四外套 那这个外套它有个很巧的点 不太容易皱 到春夏都可以穿的一件 其实我还蛮喜欢它这个版型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西装的做法 但它又不会那么的夸张 它的整个衣服是 肩膀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合身 但大身完全是有空间的 所以不管咱搭裙子来搭裤子都可以 它是一个纵绑三蚕四的面料 所以它上面的光泽感做的特别好 但是呢 它又比一般的三蚕四外套的密度更高 所以它的整个密度压得很平 我如果是害怕这件衣服 不好打理的情况 你看 它其实没像我们像衬衫一样 那么那么容易皱 所以这个衣服 我觉得能穿的年龄段 从30到80都OK 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 一个这样的 很坚实的背心 然后加这个外套 这个就是夏天的穿吧 非常非常直长 但同时呢 又不会让感觉我的直长 特别的死板或很累人 那我们周六上午8点钟直播间见 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时间会比较短 8点钟到12点钟 所以大家记得睡醒的时候就来